開始繞我這邊看這個注意力不足 跟一些過動 就是比較活潑這樣的狀況 那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學起爭執 這樣有點動手 那老師呢 為了可能是為了以示公平 就把當事人跟現場圍觀的同學叫起來 大概圍成一個半圓 那我們的孩子就站在正中間 老師就一個一個問 比如說 麗婷 你有看到小奶打人嗎 有 對 然後其他的人就開始附和囉 老師我有看到上次他也有打寶人 他也有打慕容 老師就把這個影片放到群組上面 大家就開始 好殘忍的老師 對 因為媽媽有給我看 因為老師就想跟媽媽說 我沒有做錯 你的小孩自己打人了 後來就有家長連署說 這小孩這種不穩定 他在我們搬去留下去嗎 等等 後來我側面了解之後是這樣子 我們的孩子的確比較活潑一點 可是這個事情 是對方先挑釁我們的孩子 就是說怎麼樣 打我 你敢嗎 就真的打了 那這種事情是我要請老師 在公平處置之外 也要先把孩子私下 叫下來處理就好了 不要這樣子公眾 很像在公審這樣子 後來我的媽媽其實就 對這個群組就非常有陰影 跟家長他們也是非常有陰影 我覺得可以體會到 現在老師多難當 很難當 老師這公審的方式好殘忍 我覺得這個很不應該 好 我們進來看還有什麼 教小孩還要懂得看時機 不然會造成陰影 沒錯 因為你知道我三個嗎 我故事真的很多 好 有一次我就剛好 就是帶著老二跟老三 然後去一個親子餐廳 然後就是可以吃飯 旁邊有一個遊戲間可以玩的 好了 那天我們家 我在想說 那讓他們先去玩我先點餐 然後點餐桌上不是都會放水嗎 然後我兒子就很興奮地跑過來說 媽媽 我跟你講 我說你走慢一點 我說拜託 這邊有水什麼 你等一下撞倒不得了 然後但是他後來還是跑過來 媽媽 我跟你講 我說我剛剛不是跟你說 你要走慢一點嗎 而且你連襪子都鞋子都沒穿 就直接跑出來 那個地上很髒 然後後來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真的跑過來 真的就撞到了 然後撞到的水就算了 打了滿地 然後才撞在身上 然後我這個時候我就說 我剛剛不是已經跟你講過了嗎 你這樣子跑真的很危險 你看 現在是不是撞到了 結果我在這邊一喊的時候 不小心分貝有一點高 然後隔壁桌就這樣看我 就稀稀疏疏的 有人在那邊罵小孩 我就一邊插一邊唸 我說我剛剛不就跟你講了嗎 那你如果好好走的話 會發生這種事情嗎 也不會嘛 然後後來他就乖乖的吃 吃一站子以後 他又忘記剛剛發生什麼事 又跑去玩了 剛好隔壁那一座看到的媽媽 就立刻就跟他兒子說 剛剛不是已經跟你講了嗎 那個媽媽就已經在罵他的哥哥了 他就是因為不乖跑來跑去 然後中倒水了 你也要做同樣的事嗎 然後我兒子好死不死就聽到了 他就覺得很尷尬 他就是要再說他 然後看一看媽媽 然後看一看自己 然後他就說 媽媽我想回家 他覺得很尷尬 對 他覺得很委屈 後來回家的時候他就說 媽媽妳下次可不可以 不要在那麼多人面前罵我 然後別講 別委屈你知道 然後我就說 莫離心人啊 真的 那時候幾歲 中班 我就說好 媽媽跟你道歉 那你下次是不是應該 媽媽跟你講一次 你就注意的話 我就不需要跟你講第二次第三次了 他就說好 媽媽我記得 後來的確 他慢慢長大 再也沒有發生這種事情了 就是根據研究小朋友的自尊 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有發展了 大概從一歲多左右 所以我們教養的時候 還是要幫他顧一下面子 我覺得個案 大概是小學 他那天是夜診來看 當他被罵 被罵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他早上 那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他鼻過敏 醒鼻涕 抽了兩張衛生紙 媽媽說你怎麼那麼浪費 你抽一張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為什麼你要抽兩張 這件事情從早罵到治療室 夜診的時候還在罵你知道嗎 後來小朋友就是被罵得很委屈 就默默邊發抖邊說了一句說 我恨你 然後媽媽就 因為衛生紙喔 對 就一張衛生紙 媽媽就當場哭了 就說我這麼用心 那某種情緒勒索 我這麼用心對待你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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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這樣喔 後來我仔細想一想一個是說 這媽媽的規則是真的太細了 不就是一張衛生紙嗎 再來是 你在他的偶像李老師面前 這樣子說他 孩子的面子真的掛不住 偶像真的是你家的人 很多孩子的確是視我偶像 就是你知道孩子們的 判斷力沒有這麼好 就是總是需要 我相信他判斷力不好 所以才要教嘛 這是一個啦 那另外一個NG的這個 罵小孩時期是開車的時候 我覺得有個孩子是這樣子 開車的時候被罵 什麼功課不寫 上課遲到 老師說什麼什麼等等 或者孩子就氣到的時候 正在喝水 直接把水瓶往前坐丟 差點造成交通意外 對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 要罵人的時候 我們先把他拉到旁邊去 不管你要當生小生 先拉到旁邊去 第二個是我們眼神要有交集 要有互動 再來是當小孩子 專心做一件事的時候 比如說他在玩手遊的時候 拜託等下這場玩完 再跟他講比較好一點 那什麼時候是好時機呢 第一個是 當天晚上 比如說早上發生的事情 我們當天晚上 來好好談一談 我會建議大家在晚餐之後 不要再睡前 因為如果你們講不晚的話 孩子會睡不好 或是孩子比較搞曹環的 他就會想到隔天 或者說如果你還有時間 有餘裕的話 在事發的兩三個小時之後 因為這時候孩子 他的情緒已經慢慢的下降了 但是記憶力還在 就這件事情的記憶力還在 這時候講 其實效果會比較好 有時候隔一個禮拜 發生什麼事 忘記了 就是就沒有feel了 所以這時候給大家建議說 在事情發生的當下 我們先緩一緩 先做一些緊急的處理之後 隔一段時間 記憶還在的時候 情緒下降 我們再來做教養 所以我其實有在反省這件事情 反省什麼 因為我老公 就是這一陣子做演唱會比較忙 比較忙 那比較常常不在家 那因為 所以就是 我會就是專門 就是顧我小朋友 那有時候我工作 就是可能累積比較多的時候 我都會趁晚上的時候 我要背東西 背稿 然後寫東西 這樣 那一天 就是我女兒 她就 請 就是先說 媽媽 妳要陪我睡覺 然後我就說 好 我現在忙 然後之後她就 然後開始哭...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已經很多工作 我都靠做不完了 我就走進她的房間 然後就很大聲地對她吼 我說 如果妳再哭的話 妳有點喪失靈智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是 就壓力很大什麼的 然後之後我就 罵完她之後 我就走出來 我就繼續處理我手邊的東西 然後大概哭了十分鐘之後 她就緩下來了 然後緩下來 我就聽到開門的聲音 她就很抗淡 她就說 媽媽 我只想要妳陪我 就是睡覺 對 妳有沒有哭 有 我現在講一下很想哭 想說妳怎麼會突然長那麼大了 然後其實 因為我女兒是水瓶座 而且她比妳還冷靜 對 我還吼她 她還沒說 我只想妳陪我睡覺而已 對 因為我昨天又吼她了 對 但是我就是 其實有越來越好這樣子 對 女孩子比較容易受傷 媽媽硬忙 對不對 女孩子不能罵 對 但我覺得我有時候就是 可能壓力或是情緒來 我就會 就是直接開口罵她 但我覺得我應該 當下應該要先想想說 如果 我現在做這個動作 罵她 她會不會怎麼樣 或者是她 她只是 我應該先去傾聽她想要幹什麼 那那天就是 因為我老公也因為球技 就不在家 妳也很忙 對 那因為女兒才四歲 我一定得陪她 所以兒子已經十歲就自己睡 然後那天我就說 妳趕快睡 我起床 我陪妹妹睡著 我要看到妳已經睡著了 她平常都很乖 但那天我起來 就是桌子一團亂 然後她很明顯就是 剛剛聽到我走路 才衝到頭上 然後被子蓋了一個 很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就是一定是剛剛才弄 我就打開燈 我說妳在幹嘛 在那邊演 我說媽媽會演 兒子也會演 我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九點了 為什麼還在這裡 九點了 對啊 八點就要睡覺的 好早喔 是什麼部隊啊 軍隊 我說九點零五分 你還沒有睡著 然後為什麼桌子那麼亂 然後你餐具為什麼還沒洗 你刷牙都沒 我就開始狂唸 然後她就一份委屈說 那我現在去刷可以嗎 就是剛剛就開始刷牙 為什麼是陪妹妹睡著 半小時這件事還在那邊做 然後就開始狂唸 好像士官長 士官長 對啊 他就默默地走去刷牙 就站到桌上看 想說功課為什麼要做一些美工類 什麼剪紙 然後貼紙一堆 然後到底在幹嘛 後來就站在廁所前面 我就說你到底是怎樣 半個小時做那麼多事都做不好 你以後老婆叫你做什麼 你都會忘光嗎 然後太遠了 太遠了 然後就是你知道情緒起來 就希望起來 就是我們自己的時間 可是發生就是兒子還沒睡 好然後我就想說 看一下手機好了 就進我房間 拿手機 他就看到旁邊一張 精美卡片 要做卡片給你 對 他已經寫好 然後滿滿密密麻麻的字 然後就瞄到其中一行 我就覺得我就是一個 我怎麼可以這樣子罵他 他就寫一行說 你是我看過 最美麗 善良 漂亮的母親 對你家的 真的 在他家的 我可以提供 然後還有一句說 我每次都一直頂嘴 是因為我希望 你不要再生我的氣了 就這種的你知道 然後我想說 我剛剛怎麼可以這樣罵他 你真的好好壞喔 對啊 我真的很壞 我兒子要寫這種卡片給我 一年都不罵他 但我們那個當下就很自責 對 然後因為他還沒睡著嘛 我就看完 你真的好壞喔 我覺得我真的 好不應該有殘忍 真的 真的是不及格母親 我就走進房間跟他說 被子要蓋好喔 嚇死了 現在都發病都喊久 你們就當下跟他下跪道歉 就說 你今天好乖喔 我竟然去刷牙 你就去 他心裡想說翻什麼時間 媽媽怎麼了 後來早上起來就對他很好 真的 我好慘 你要持續下去 真的喔 不要過兩天又忘了 好... 我想再看了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不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拖拖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